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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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冉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山水花大师 也是一位身符众望的美术教育家 他将一生经历赋予艺术探求 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 人离开了大自然和传统 就不可能有任何创造 怎样对待生活和传统 无往今来一直是艺术家们议论的话题 何冉先生非常尊重传统 他认为不学习传统 就是让自己退回到了原始人的地位 如何学习传统 他有自己的见解和做法 首先他主张要有读遍天下名著 名机的气概 博览寻书 打下深厚的知识基础 他又主张要多诗 以众家之所长 中国古代绘画在世界艺术中 独树遗致自成体系 有极其优秀的传统 他曾经从古代山水画家中 选出了宋代的范宽 李唐 元代的黄子九 王蒙 清代的石涛 石西等诗人 作为重点学习的对象 学习传统 跪在真传 何冉先生说 文章写得再好 也输不透艺术技巧的微妙 有机会见一些有成就的大师 看他们作画得到指点 其收益 不是读几十万字文章 所能代替的 他曾经以小学生的态度 向齐白石黄彬红 虚心求教 打十年之久 这是黄老 当年给他讲笔法时 留下的一页事犯末迹 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 如果不从齐黄这样的大家手中 几乎接礼罢 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他三十多岁时的作品 就充分显露出从古代名家中学到的风韵和功力 然而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的探索发展 传统再高 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 要创造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水化 必须到生活中去 于是他又豪迈地提出 对待传统 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 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新中国的成立 为他深入生活创造了条件 但是开拓者的道路 永远不会是平坦的 跋涉在祖国的山水之间 春夏秋冬风清雨雪 路途遥遥 真正的艺术探求是艰苦的 柯染先生凭着创作之火燃起的旺盛精力 在他认定的路上 坚韧不拔地走下去 建国以来的几十年中 他数次下江南 速长江 周访名山大川 行程十多万里 做了大量的写生 即使到了今天 塔仍不服劳 只要有机会 就四处出游 登岚高山大越 到生活源泉中 汲取营养 写生是采集 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 每到一处 他从不是坐下来就化 必须经过对景九关 对景凝思结响 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 才从容动笔 写生是基本功中重要的一幅画 河南先生对待艺术的态度 河南先生对待艺术的态度 严肃认真 不论用铅笔写生 还是水墨写生 从不信笔涂墨 潦草不可树 是他给学生讲课的第一句话 也是自己恪守不渝的座右铭 他进入七十岁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少年 见他在一笔不过的画一棵树 便问道 老爷爷 您这么大岁数了 还练基本功啊 回来后 他刻了一封印章 白发学童 既是对少年的回答 也介意自免 蝴蝶杨柳 画山侧影 这些写生画 都反映着他再精微的艺术态度 柯染先生在写生当中 逐渐发展自己的想象力 他把这称为对景创作 他在四川万线写生 看到山城 经常被笼罩在雾气之中 于是苦心经营 画了江城招物 夸张地描绘了招物的迷蒙质感 他运用传统画中 经营位置的方法 高度概括 把一个十分繁乱复杂的城市 按感情的需要组织起来 画出了富有地方风情的 江城招式 由于表现方法不同 又产生了不同的情调 道影 常常出现在古人的诗剧里 却极少出现在传统山水画中 柯染先生 把几多美丽的道影 安排入画 他看到云荫下的小溪 有黑而光亮 于是打破化水流白的城法 用层层重墨 画出了光亮的水 光效的美妙变化 是画家们都能感受到的 然而传统中国画 只注重逐变的形 而略去可变的光 他把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 引进来 使其融化在传统笔墨之中 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 他的不少画里 都出现了强烈的逆光效果 可贵者胆 索要者魂 柯染先生 以革新家的胆识 突破传统 寻求时代的灵魂 画了大量富有表现力 和感染力的写生画 百草原 黎江边上 太湖 山城重庆 燕荡山等等 要 酒必须舍 为了潜心研究艺术 他不知牺牲了多少娱乐和休息 这一幅幅沾满山川水箱 封尘的写生画 正是他汗水和心血的结晶 然而写生 仅仅仅是采集到的矿石 还要经过千锤百炼 才能成为艺术真品 杜甲 杜甲师云 毅将惨淡 精灵重 可染先生 有很高的毅将加工才能 如有机会看他作画 会得到不少收益 下面我们通过它创作 山中一叶语 树苗百虫泉 和黄海烟云图两幅画的过程 把它一将加工的一些 用语言文字难以说清的微妙之处 如实地拍摄出来 供从事和爱好山水画的人 借鉴参考 山中一叶语 树苗百虫泉 是一幅描写雨后山林的作品 有一次它在雨中写声 看到字眼充满生气 在湿润清新的空气中 似乎连每棵树的呼吸 它都感受到了 从而激发起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画了这幅 以表现大自然升级薄薄为主题的图画 井物如此丰富 当初它是从何其比的呢 整幅画中有空间层次不同的成千上万棵树 按照它的习惯 先从近景中的树画起 万物 每次作画它都高度集中精力 让自己的感情进入境界 进境中的树它画得比较具体 即使画剩下的树 它也先画枝干 它说画枝干是关键 树的形态取决于枝干造型 只干画出来后 纸上就出现了一棵冬天的枯树 然后在枝头点上树叶 先是树树朗朗 后来一点越浓密 一棵树 好像经历了一个从冬天到春天 又进入夏天的过程 在山水画里 树是重要的描绘对象 要画好树不太容易 要画好树林就更难了 白石老人曾说 十年种树成林意 画树成林一倍难 可染先生画过许多表现树的作品 为了画好树 他曾花了很多时间 仔细研究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 比如一棵树 枝叶会很自由地向四周伸展 而许多树长在一起的时候 就出现一种有争有让的生长关系 要把树画得又活又好 还要多画 他有一封印章 废话三千 一幅成功之所 往往是在画了千百幅不完美的作品之后 产生的 没有过去描绘树的基础 今天他画树描百重拳 就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画树林 重要的是要把林子里的树 看成一个整体 每棵树的变化不能太大 太大了会破坏整体感 他画近处的阔叶树 大都是点叶 一点下去 不能只代表一片叶 那样不含蓄 要代表一簇一从 还要表现出一种光线空间 很复杂 我们利用电影高速摄影 看看他点叶的笔法 笔尖一触到纸上 立刻提起来 像有弹性似的 如果死按下去 就会失去树的空灵和质感 柯染先生把锦树画得没有修饰的痕迹 自然气息十分浓厚 又以苍玉的调子增添了雨后的气氛 也反映让锦树那样具体 要画得含蓄概括一些 他采用横点笔法 浓淡相间的墨色 和笔的干湿变化 来表现随山市起伏 生长的层林 墨的变化 十分丰富 但局部变化 并不太大 如果笔笔都要求变化 就会使画面花乱 失去整体效果 在雨后 树的颜色会变深 所以画层林 仍然以浓墨为主 重笔飞白 中间巧妙的露点光 会出现微妙的效果 将来这里是林子里 最光亮的地方 几笔淡墨 不但体现光照效果 也是对浓墨的铺衬 有的地方还用地夹的方法 使层次更加丰富起来 运用这些细部变化 把雨后山林的那种 寒珠带露的湿润感觉 尽情地表达出来 基本功 这是已经成为本能的 正如一些戏曲大家上台后 就不再去想曲调 节拍等等 而是全神贯注在感情 传神和韵味上 画家创作 同样必须进入境界 一笔一画 都是思想感情在说话 他画出的中景山林 浑然一体 远看林木 葱龙茂密 隐隐约约 不知有几千万棵 近看 却一棵完整的树也找不到 效果丰富含蓄 有无尽之感 现在画右边的大瀑布 徒步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 声势逼人 何然先生喜爱瀑布 他常常用彼所未到气吞的气概 描写大自然的这一巨大力量 飞流直下三千尺 是千古流传的绝佳诗句 但作画时 却往往不能让一条水直泄而下 要画出水和山石结构的关系 以及他千变万化的自然姿态 画水口 不仅要符合自然规律 还要考虑到它的位置 水口和瀑布 都影响到整个画的构图 所以古人说 远山难治 水口难安 每一笔下去 都要解决形象 构图 空间 感情 气氛等等 七八个问题 行笔之间稍有不慎 就会影响全局 这是对基本功最严格的考验 山水画 要讲究明度 画前应当明确 最亮的地方在哪里 最暗的地方又在哪里 在整体中求变化 他在过去画的一幅山村瀑布中 明度上 把瀑布处理成第一位的 使其鲜明夺目 最先进入人的眼里 接着房子是第二位的 再下去是桥梁 树木等等 做到色阶不乱 层次分明 统观则主题突出 细看又余味无穷 瀑布画完 还不能说大局已定 宇求作品的完美 仍然要一丝不苟 画颜时间纷争的乱流 要有变化 让它有美的韵律 迂回曲折 如闻其声 经过夸张剪裁 许多挂瀑布 被集中在衣服画里 山中一夜雨的气氛 越然而出 最后画远景的树 可染先生处理远山 远水远树时 越远越小心惊异 他用淡淡的墨色 把远处的景色 引向天际 朦胧 朦胧而深邃 画好之后 还要有一个收拾整理的过程 越收拾 画的整体感越强 多次的细心收拾 才能把全画 统一到一个理想的意境之中 经过艰苦的意境加工 山中一夜雨 数秒百重泉 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 满山树木 寒烟带雨 万鹤飞泉 奔腾蒸馏 优优独立 浓黑的调子 更加重了雨后之意 几十里空间 游近极远 深厚而丰富 柯冉先生 洒洒数千笔 却比比考究 无不经党 中国画 是最讲究意境的 这幅画引人入胜之处 就在于惨淡经营 创造了一个 惺惺魅人的意境 下面画黄海烟云图 黄山以雄伟秀丽撑住 徐霞克对他曾有 古月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月的评说 景色的断盖天下 是他自古成为山水化的故乡 天上曾几度去黄山 画过一些表现黄山的作品 描绘黄山烟云变幻的黄海烟霞 以一层暖色 笼罩着巍峨的风暖 浸发出一股内在的热情 另一幅表现黄山的画 则以清冷的调子 把人带进梦幻般的意境之中 这些作品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然而这次再画黄山 他依然感到惶惑吃力 他说作画既是创作 每幅画都必须有所追求 动笔之前仍然画了小稿 画小稿是他创作的开始 几乎全部构思 从选材剪材 夸张到构图 有时甚至连光效 浓淡调子等设想 都展现在上面 从他过去画井冈山 黎江等作品的小稿看 这时候 他就在惨淡经营了 经过一改再改 直到胸有成竹 才正式落寞 黄山的松山云 被誉为黄山三旗 也是画家描绘的主要对象 古代画家金浩 善于画松 说自己画松上万颗 使得其真 柯染先生写画书 不论是阔页书 还是真页书 他一向潜心研究 他说认识是无限的 观止顶峰 不过是人们感情上的夸张语 只有取谦虚的态度 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 与认识 他画黄山松 不但深谙其中的道理 还与在各种不同环境里 生长的松树比较 以求抓住黄山松的特点 黄山松生长在峭壁岩峰之间 土层极薄 又长年经受高山巡风的吹打 因此针叶粗短 盘根错节 只干球躯通透 姿态倔强争容 抓住这些特点 才能画出有特殊性格的黄山松 柯远先生画出的黄山松有个性 但又不是哪一颗黄山松的具体写照 他常说自然界很美 但又不尽完善 艺术是精粹的集中 生活资料要经过取舍提炼 不能自然主义 画一棵松树比较自由 而画松林里的第一棵松树 却不能如此 从齐笔就要设计好他所占的位置 浓淡等等 到了画第二棵松树的时候 处处都要照顾到与第一棵的关系 要统一 要分又要合 不能让每棵树都看得很清楚 有点赞计划到与第一棵树都看得很清楚 要看得很清楚 有点赞计划到与第一棵树都看得很清楚 到后来越画越难 画最后一刻的时候 要照顾到与前面所有松树的关系 这时画面本身提出了要求 画家的主动权越来越少 经过苦心经营 这片松林画的苍净奇秀 既有宝经风霜挺立不屈之态 又有英雄起舞偏见排档之势 从单珠到整体都很美 画山同样要分析研究山 山有雄有秀 画黄山不仅要描绘出它的俏理 还要画出它磅礴的气势 在世界美术中 中国画的特色是以线描和墨色为基础的 因此笔墨的运用十分重要 我们在科远先生画山的过程中 着重介绍一些 他对笔墨的研究和深厚的功力 钩轮廓是画山的起笔 他决定着山栏的基本形态和构图位置 要做到下笔便有凹凸之形 柯远先生行笔沉稳色重 力透纸背 在旁边看着作画 能听到笔墨有声 节奏分明 他认为画线要慢 要留得住 切记浮飘 行笔要控制到每一点 随处可收 要浑然一体 无其指之计 前人曾把线描归纳为十八描 柯远先生认为概括起来 实际上是两种描法 一是铁线描 就是如锥划沙 力量平云 一是蓝叶描 在力量平云的基础上 有提顿轻重转折 转折种种变化 力量平云是基础 变化则应是无穷无尽的 中国话一笔下去 变成定局 无法修改 所以柯远先生主张 洛比要大胆肯定 他说在学习传统 观察生活的时候 要虚心 当创作时 就要充满信心 犹豫不决 一定化不好 表现大自然的山水画 表现大自然的山水画 万物的总和 有极其深远的空间 深厚无尽的层次 在某种气氛下 最好使用基墨法 元代的王猛 清代的石膝公半圈 和近代的黄冰宏等 都是基墨法的高手 柯远先生从传统中 把基墨法继承过来 并有所发展 他在许多作品中 都运用了基墨法 这是西洋余会中的杭州城 基墨山水 画中充分利用了水墨 能达到的色界变化 层次极其丰富 画面凝重深厚 黑白对比强烈逼人 这正是基墨法的最大特点 基墨法画时 要层层递加 可以加到四五层 七八层 甚至十数层 运用寸、擦、点、干笔、湿笔、顺笔、逆笔等 各种不同的笔法交错进行 笔笔相伤 笔笔相应 有此一笔 才有笔一笔 相辅相长 第二遍 不是第一遍的完全重复 重复了变成死墨 失去空灵气氛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把握住整体感 何处最浓 何处最亮 何处是中间色 要胸有成竹 最好不要等太干 按整体明暗需要 层层加墨 加的过程中 不要维护小的优点 为了多出层次 筑题突出 有时要舍得把画的好的东西减弱 冰红老人常说的 画中有龙蛇 意思是 不要把光亮相通的地方填死了 要让画里黑中渐亮 在宣纸上画第一遍时 往往感到墨色 活泼鲜润 而积墨法要层层加上去 很不好掌握 初学的人一加 便会出现板乱脏死的毛病 可染先生在墨色上 以穷根究底的精神 经过长期磨练 形成了自己浓重深厚的风格 他千笔万笔不嫌多 越佳画面越深厚滑滋 显赫光亮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 从这个山峰的局部 看一看地夹过程中的变化 轮廓勾出后 一层层地夹 逐渐显出了山的凹凸 转折 体积空间 画面变得丰富起来 再往上地夹 慢慢地把一部分 不必看得太清楚的东西 隐藏进墨色中 直夹的画面 从丰富到单纯 在单纯中又见丰富 可染先生称之为 从无到有 再从有到无 最后 画面层层落落 斑斑勃勃 丰厚之极 而又不失其空灵 可谓是墨团团里 黑团团 墨黑团里 天地宽 总之 笔墨是重要的 加工手段之一 以深厚的笔墨功夫 描绘渲染 心中之山 才能画出 有形有神 有笔有墨 艺术高超的图画 山水画里 房屋 车船 人物 都是点景的 可染先生画点景物 也都经过 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 画的生动自然 又风格独特 与全画统一协和 他还画过一些 以房屋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作品 鲁迅故乡 绍兴城 就是其中之一 千家万户 黑瓦白墙 临次致笔 流露出了江南水乡的情趣 山是云之家 云是山之一 变幻无穷的黄山烟云 把黄山景色 打扮得千姿万态 可染先生画云 深入观察了云的一些特点 云是气体的 是冻的 云不是平面 而是有体积的 云有厚薄浓淡之分 淡到一定程度 就变成蓝气和雾了 他抓住这些特点 加诸笔墨 让云生动地出现在画中 他的画云法 先用干笔画 笔里含水极少 这样能画出云的动势厚薄 又能墨中见笔 看他纵图横墨 似乎漫不经心 其实他用笔用墨 处处惊细 只不过此时此刻 笔墨已经完全 听令于思想感情 达到了随心所欲 独欲聚的境界 然后用湿笔墨 以蕴染 云浮而动 月震而安 他着意渲染 漂浮的烟云 与镇静的山岳形成对比 静中有洞 洞中有静 互相烘沱 使画活了起来 看他画云 令人想起石涛 试看笔从烟中过的明具 他笔下的山岳云海 气势浩大 犹如海之吞吐 水墨画完 一幅画的构图 浓淡 空间层次 细分等等 就都出来了 凝重 严肃 饱满 丰富 是柯染先生 作风的重要特色 一寸画面 一寸金 他主张用最小的纸 画出最大的画 这就要求构图简练 而善于穿插 利用中景式画面 远近相接 想深处发展 可染先生的话 以墨为主 色色单纯透明 色不爱墨 是墨的补充 色调本身代表一种情调 主要在反映 过者的感情 所以色色一定要考虑到画面本身的艺术效果 不能完全根据客观对象 经过设计 可以凸出一种颜色作为基调 比如霞光的红 雨后的绿 总之以烘托意境 增强表现力为依据 染色时 比上含水要多 切记干笔涂抹 要水汪汪的才有润泽的效果 中国画家把书法看作是绘画笔法的基本功 提倡学绘画的人 必须练习书法 书法上如果不下功夫 在画上提几个生硬的字 就像一首优美的音乐中 突然出现了几个不协调的噪音 会破坏画面 可染先生的书法 取法汉位 贬化凝重 解体雄起 行器比比贯联 和他的画 风格和谐一致 他在这幅画的题词中写的 此黄海烟云图 无以异为之 亦难名其为和风和静 为作地理质也 的确 山水画不是地理质 黄山之美 也往往不是在某一个固定的角度 所能体现的 艺术比生活更高 更集中 更概括 和染先生 以自己的全部艺术修养 描绘黄山的灵性气象 画出了自己理想中的黄山 山川香薄情 如果说我们的文艺作品 都应该具有人民性的话 那么把自己国家最美好的景色 描绘成画 去激发人们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 就是山水画的人民性 可染先生的作品 以意境取胜 黄山人字铺 同是画黄山 却另有一番异景 风乱突兀 浮云掩映 瀑布跌宕而下 令人望之肃然 顿局气势磅礴 祖国江山多角 雨中泛舟离江 是符写 离江雨景的图画 可染先生作画 喜用重墨 这幅画 却以清淡的笔墨 书写 蒙蒙细雨中的离江 使人犹如 至深水晶宫中 浓墨也好 淡庄也罢 都能把人带进 诗一般的境界里 他的画有得不着色 水墨盛处色无功 元气淋漓 别有韵味 身后的笔墨功力 更加令人神奇 有时他也画几笔大写意 几笔泊墨 画不着色 墨风无彩 笔情墨趣 光滑照人 蓝云图 则对崇山峻岭 茂林修筑 尽情夸张描写 使画中的蓝云 更加优雅秀丽 乌山云图 是他的名作 全国解放不久 柯冉先生以欣慰的心情 起三峡写生 他笔下的乌山乌峡 自然不是一片 萧孙之气了 他着意描绘了 山的高和云的洞 明快 而又生气腾染 革命摇篮 井冈山 相距很远的黄阳界 和井冈山主峰 被安置在一幅画中 连绵起伏 郁郁葱葱葱的五百里井冈 沐浴在沉雾霞光之中 十分壮美 万山红变 红黑二色浑然一体 浸透着中华民族雄昏古朴的气派 尽情殴割了祖国河山 朝气勃发的壮丽秋色 体现出老画家的志趣与追求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只有时代的才是永远的 六十多个春秋寒暑 何冉先生兢兢业业 切而不舍 以自己的画笔 为祖国河山力转 为了赋予古老的传统山水画 新的生命 他创造了许多新计划 紧接了不少精辟理论 增强了国画的表现力 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老画家 却始终谦虚的像一个小学生 他说 假如我的作品能有一点成绩的话 是我认真学习传统 认真深入生活 认真思考总结 认真实践的结果 我不依靠什么天才 我是困而知之 我是一个苦学派 每当我画画时 常常自问 我是在作画 还是在学画 研究画 结论是 我是在学习画 和研究画 我七十多岁了 我想 我一辈子都在学习 和研究的过程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